都是来给皇帝当妃子的 但大家都是来自同一个克尔沁 明明是年轻貌美的妹妹先嫁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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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海澜珠一步登天 孝庄居然被排在最后一位 欲言之女被这么委屈 可见黄太极对孝庄的感情也不咋地 但夫妻关系的成立是两个人的事 可孝庄就真的拿黄太极当夫君了吗 所嫁之人必是一国之君 他将来必定母仪天下 侧重点其实也可以放在后一句 孝庄在未来连两个皇帝都培养得起 以他的政治见解 他和黄太极谁是谁的跳板 还说不清呢 如果说孝庄根本就不在乎夫君的感情 那么他唯一的弱势就是没有儿子 在海澜珠生下八个之后 孝庄也不甘示弱 在嫁给黄太极的第十三年 未来的顺治地福林诞生了 据说这个名字还只是黄太极当时随口乱娶的 海澜珠生的儿子因为太爱了 感觉什么名字都是敷衍 结果一直到死都没娶好 也因为儿子的走势 海澜珠悲痛欲绝 自己也在不久后去世 连带着黄太极也一起走了 而孝庄呢 他六岁的儿子登基成了皇帝 真正做到母仪天下 他根本就不需要爱情 海澜珠跟他也不在一个层面上 在论宠爱程度上的碾压 在历史结局面前就只能是个笑话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